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3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三个录播的节目 来谈谈刚刚看到的 全国政协十字节一次会议 现在已经是媒体已经披露了 主席团的会议主持人秘书长名单 还有主席团的成员等等 也就是说两会已经是开始了 首先是政协 根据今天新华社的报道 新一届 也就是这一次第14届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名单当中看 有这么几个人值得关注 就是一个是这个常务副主席的 石泰峰 沈月月 胡存华排的第二 沈月第三 周强第四 格列朗杰 何霍华 梁振英 巴特 苏辉 邵红 高云龙 那么其他都不讲 他那几个在我看来是属于习近平的对立派 习近平是对他们抱有非常的警觉 这种态度 但是你要承认他在党内又有一定的影响力 工作能力又比较强的几个人 一个是这个石泰峰 一个是胡存华 一个是沈月月 一个是周强 周强已经不算了 因为周强估计这一次就下去了 因为他这个情况还是另当别论 主要是石泰峰 胡存华 沈月月 尤其是胡存华 引人注目 那么 而且今天又看了这个名端 主席谈名端 名单 323个 按照笔划为例的整个名单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部队的叫仪小光 还有赵宗祺 这里还有林夺 等等 这个谈一谈 那么今天刚刚看到海外的大纪元 先看到了一篇文章 比较及时 就讲这个胡存华的事 他说3月3号呢 在中共二十大上 未能继续进入政治局的国务院 这个副总理啊 胡存华出现在新一届 中共政协主席团的潮名单上 坐在主席台 分析指出啊 就是胡江担任政协副主席 重登副国籍 此前他出现在李克强退休前的 合影留念镜头当中满面的笑容 这确实昨天 李克强出来表演表演 走走台步 其实就是立行公事吧 要告别国务院 想要打个招呼 吃个饭聊聊天 显示显示中共团结呗 当时李克强在招手 会不会跟着人就说胡存华 胡存华也在满面笑容 上一次见到胡存华 在公开唱歌的表演 就是江泽民死了 胡存华哭的是一塌糊涂 好像是这个很心酸 其实这我看着他是感到对自己一小踏哭 看到了这个最高权力 这个宝珠 就像当年孙政才似的 眼看就要攀登这个权力的金字塔了 就差一步跌下万丈悬崖 只不过是胡存华还没跌得太惨了 但是也是灰头土脸的 由于习近平现在下令中纪委理系位首的 已经抓捕了胡存华的好多嫡妻了 还有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投案自首了 他投案第二天 胡存华就在人民罗发表文章 连罕十几十个宗以习近平为核心 吹捧习近平 你可见很恐慌 后来还有好多 又包括辽宁的一些官员 就和王政府关系好的 这个似乎都是建制胡存华 所以胡存华你也不能说的完全安全 不过从今天看到目前为止 胡存华还是没事 那么外界就开始议论了 包括大纪元这篇文章 做出了结论了 他引用了一个评论员的观点 他说如果推测属实 显示胡存华过了西平这一关了 习可能在经济逆境下 想要强调党内团结 而对于团派做出了细微的让步 我看这个你 你现在不要下这个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啊 他给我的感觉啊 他这个整人整得非常狠啊 这里什么原因 就是和我这位 一个从他的父辈啊 他爸爸给他留下了教训 他爸爸当年被毛泽东整的时候 那就整得惨得不得了 他知道在政治斗争这个舞台上啊 高出不胜寒啊 这个尤其在这个 这个 这一党执政情况下啊 他要不把别人整到底啊 那别人比他能力强 说不定有一天 做事 经费 实在运作 就胡锤瓦 再整他怎么办 说他就肯定要整到 绝对你 想防火大革命 那个词叫什么 大翻在地 踏上一万之久 永世不得犯神 所以也远远没有结束 不能说他度过习近平这一关 只能说从到目前为止观察 习近平 似乎准备还要用用他 那么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用他 这就和当前的形势有关系了 今天海外的媒体啊 国内外的媒体都在报道什么 俄欧局势 你看乌克兰和这个 俄罗斯这场战斗啊 这场战争啊 现在越来越残酷 进入第二个年头了 打的是如火如荼 不过总体来讲是 乌克兰战的优势了 但是今天看巴赫姆特啊 好像这个俄罗斯好像还有机会啊 普京也不能服啊 尤其是普京在等习近平 习近平如果能支持他武器 应该讲就血冲冲他了 救了他了啊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看下一步怎么做 给我的感觉 由于美国现在台湾问题上 不停的界点的出牌啊 激怒习近平 习近平估计可能下一步还是要倒向俄罗斯了 如果倒向俄罗斯 大家就要回忆一下在这之前啊 习近平其实早就做了深谋远虑啊 就是有一些和俄罗斯之间的活动 对地派非习家军 只有胡春华曾经出面 大家想想啊 搞了好几个会议啊 中方的代表 就是胡春华了 也就是说早就铺垫上 胡春华也设到俄罗斯 捆绑到这个战车上去了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习近平很狡猾 因为就如同这个新冠来临了 习近平怕自己这些小兄弟送死 你看武汉他迟迟不派 这个刘鹤去啊 其他人的都不去 什么王晨这些人啊 就他这些嫡妻都不去 他本人各自怕死也不去 丁薛祥也不去啊 王晓王也不去 他派的全是这些队里派 孙春蓝 孙春蓝 孙春蓝也属于李克强这个嫡妻啊 这个下上了 对不对啊 完了小组长也不要了 给这个李克强 让李克强去 而且后来也是啊 叫村里军去 你看 他就是什么 利用这些人给他当炮灰啊 也就是在 对全国来讲 他给14亿中国人民 绑架的战长当 当炮灰 来保护自己 党内他需要炮灰啊 所以他准备了应急的方案 我认为啊 从国家主席这个角度来讲 你看他要韩正 先留任当副主席 是吧 这也是留对立派将来给他救急的啊 一旦将来发生了这个群体型事件呢 像六四的整个一坦糊涂 无法收场 他可能就在叫韩正这样的人出来给他打圆场啊 这个那么同样的啊 一旦将来国际上这个战争开始了 是吧 比如说一些敏感的问题 需要再去俄罗斯勾兑啊 或者这个临时啊 要解决一些紧急情况啊 又非常危险 他又不舍得自己的情绪 这些重用的兄弟去 李强啊 丁学祥啊 这些人去 那他肯定还要准备利用胡春华 我认为他是打这个算盘啊 所以胡春华这次大概率啊 也能够担任这个政协副主席 现在已经看出他坐在主席台上位置啊 可以看出了 那么这个习近平这个可以这样讲 超狡猾 我跟你讲吧 他知道就胡春华能力强 因为胡春华这个人 你根据个人简历就可以看出了啊 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他本身出身贫寒 他在63年啊 湖北省异昌专取五丰县的 马延敦的一个农民家庭 你看16岁他就是文科状元 考入北大了啊 但是他没钱上大学 还要背沙子 赚这个盘产 赚路费啊 那么大学毕业以后 他又直接到了西藏去了 他这是有理想的人 但这也是党棍了啊 想干点事从西藏啊 发家干起来 1983年入藏 你想最早还当过西藏青年报的记者 后来到这个西藏饭店 然后87年就是西藏自治区的共青团副书记啊 90年就正厅级 就正厅级变成副厅级了 82年你想呢 就到林兹担任这个行政公署转员 9月以后就回到共青团啊 受到这个高这个重用啊 升为书记了 95年他又外放到山南地区行政公署转员 当时才32岁啊 就他经验很丰富啊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他88年到92年的这段时间 还担任西藏自治区啊 共青团的这个 担任这个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啊 这个时候正是这个 这段时间是这个 是胡锦涛党书记啊 那么你想想 这个胡锦涛对的很重用 还为这个微记本科的介绍啊 值得注意的时候 在88年到92年底这段时间 他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的 正是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总用他啊 所以胡锦涛在96年9月97年回到北京 在共青团受到重用 97年就任副部级的共青团书记书书记 全国复联清联副主席啊 96年99年 他就是这个2001年的胡文时代 他再次进藏了 又历任这个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啊 副书记秘书长啊 副主席你看 那么08年啊 这个12战正常程序他肯定就要 这个应该是在17年进入这个决策层啊 常委 没有想到 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他不受重用 虽然留任政局委员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习近平就开始想各种办法边缘化他啊 所以他当时18年在当了一个副总理啊 就是胡春华担任了李克强的这个命格的副总理啊 此后这些事情我就不给大家付述了 也就是习近平对他非常的戒备啊 刚开始大家想一想 全国人大还搞了一个政策叫什么 搞了个小政策就是说 可以任免国务院副总理 说那时候就想把胡春华担下去 结果后来实在没抓他的把柄啊 这个习近平真是绞尽脑趾啊 所以说北战科会议 我据我观察 应该元老们是推举了胡春华 最起码也是总理啊 所以这个习近平 这个对胡春华呢 是真是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就是非常警惕啊 他知道他在党内的这个地位 但是又怕什么呢 又怕这个 又觉得这个 这个人可以利用 就是个人才 确实在中国共产党内 他是个实干家 你看他在疫情来临的时候 那当官也各个都是这个 怕死的要命啊 都不敢到心里 亲身所为 只有他从南走到北 从西走到东 是吧 这个胡春华这个人确实啊 你应该讲他是不怕死的啊 所以这个就非常可惜啊 当然这是共产党 我以前讲到了啊 也是他统治默契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越有能力 你想淘汰 他就越不用他 加速了这个工党的这个夸台啊 所以这个他在这一次这个 政协十四届一次主席团 这个常务主席这个位置上 这个啊 主席团的位置上 预示着 习近平大概就想 还想把他给利用点 放着放 反腐败的利剑 你还一财 要整一麻袋等过他 反正是你想再搞事 我就给直接给你 整到底 如果你服了 哪怕是假的服了 我反而 一位姓名吃的 他这些小爷爷们 个个都是愚蠢地能 又懦弱啊 干不成大事 是吧 说他还在留着这个 顾忠华 另有所用 倒不是重用 不愿意的啊 这是一个 另外类似他 就沈月月了 沈月月呢 今天我也看了一些这个材料啊 就沈月月大体的 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就在共青团派里做个女性干部 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他是 七七年四月 二十岁沈月月 当时在宁博啊 副食品商店呢 你想在小职员干起来的啊 后来当了老师 然后到了 到了共青团领域啊 他是83年 由宁博第七中学调共青团 宁博市委副书记 后来就在这个共青团这个领域的 一步一步升上来了 几乎回来 这个胡春华啊 类似啊 在胡锦涛出任总书记以后 2002年 要升了到宗主部啊 任副部长 在这期间 他培养了不少底细 所以他的人脉越多细 甚至越害怕 就像李源潮是 是吧 说是四年四月 还兼任人事部副部长啊 据说他是 胡锦涛的红颜之机 说07年 解体赵宏柱 任宗主部常府部长 成为两任宗主部长 贺国强和李源潮的副手 并在随后世袭大的当选中央委员 说在胡锦涛卸任后 他就卸任了宗主部的职务了 也就胡锦涛这次被扭送出二十大呢 就预示着这个 沈月的前途就暗淡了 但是习近平现在 给我的感觉 他一直准备 像类似胡锦涛一样 也没说到他什么把柄呢 是吧 但他人脉关系还多呀 是吧 他只好现在把它放一放 因为习近平不知道 下一步会怎么样 你看这个2020年12月 美国公务院宣布呢 因香港制裁全国人大 14名副委员长 又沈月月 习近平心想 他肯定恨美国 这还可以有利用价值 本人认为啊 这次这个习近平啊 对这个沈月月的留任啊 也是在作为这个心思 就是党内的炮灰 他留了几个 反正这个都变远化了 也起不出那么大的作用 但是放这个地方放着啊 他习近平现在不知道 下一步是什么国际局势啊 这是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 石泰峰 石泰峰 我以前曾经讲到了 因为他跟那个习近平两个合作过 据说他合作不错 他和这个胡云桃也合作过 也不错 所以胡云桃 所以这个习近平对他也是 激警惕 同时想利用利用他 所以让他搞什么 搞统战 统战呼应那几个花瓶党 因为他就像万金油一样 任何人都能点头 而且据说材账写的不错 写大材料的时候 文字也不错 就放在这个地方 也是给他当成小炮灰 还有一个人物呢 就是关于林夺 林夺呀 这个也是有特点的 因为他曾经在辽宁当纪律书记 据我观察 他是既没整王民的人 也没整这个就是薄熙来的人 这证明什么 他这个人比较圆滑 轻易不得的人 但是看他的背景呢 似乎是王岐山的人背景啊 这就决定了习近平对他的警惕啊 说是他是74年12月他入军 入武 先是海军啊 后来呢 他这个82年转业以后 复原以后啊 就分配到北京市 怀友在公路管理局工作啊 在这个期间 就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呢 他干过这个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就94年 99年任北京市市管 这个副主任兼北京市燃气集团 一边公司当委属于董事长 就等于说他干过 既干过国企 北京地方又当北京地方管员啊 据说他跟王岐山管理不错啊 说03年1月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06年西城区委书记啊 10年任北京市副秘书长啊 那习近平肯定就警惕了 因为他是王岐山的这个嫡系 习近平肯定非常警觉了 习近平知道王岐山的能力强啊 超过自己啊 害怕呀 你看10年7月他任哈尔滨市为副书记 那10年又是代市长在哈尔滨 然后呢 这个12年啊 就是哈尔滨市为书记了 那么后来就调到这个辽宁 14年到辽宁当纪委书记 习近平派他去 肯定是为了让他打击政 打敌政敌 搞阶级斗争的时候 善于斗争 结果他没善于斗争 习近平肯定估计挺生气 不过那个时候 他在需要利用王岐山 还得利用这个一些人 所以习近平把他调到了甘肃省委 他当了甘肃省委的 刚开始是省长后的书记啊 可见他不太愿意就团结比较好 习近平不喜欢 习近平就喜欢你动 我叫你整 你去往死里整 然后就纵容 你看李书里不就是什么 习近平派他到最逃败 对立派追 完了就立功了回来 提巴上来 那个贺荣也是 让赵正勇 往死里整 赵正勇 管他有的事没的事 都给你扁上去 习近平非常高兴 龙颜大悦 马上提巴上来 习近平就是这样 忠不忠诚就看你 我叫你整人 你整得狠不狠 这个颇为利息 剥下来 剥下来当年不叫妖灵吗 整那些黑社会 整那些死去活来 把那些人 结果都受到重用 你可以看出这个 这个情况非常诡异 这是这个林夺 那么这因为政协是个闲职 无所谓 反正我给你安排到这个领域来 领域来 虽然没有受到重用 但你基本上摆在那上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给你个官当 相应的 你就无之力 扶着在上面 吃好的 喝好的 玩好的 穷舍其欲的生活 再让人安排 他们就不想和习近平斗了 斗不什么都没有了 等到一旦战事 出了社会裂变 大的动荡 再把这人抛出 让他当炮灰 习近平的如意算盘 此外还有两个人非常重要 一个是就是以小光 这个部队的 另一个就是赵宗奇 尤其是赵宗奇 今天他是在这个名单当中 主席的名单 这是很值得研究 我认为在中共目前看 有战争经验能打仗的 也就是赵宗奇了 李作成啊张又霞 这经历过战争 那些都白扯 我跟你讲 我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 我最知道 你要没历练过战争 你根本都是没有办法上战场 那都吹牛的 有些人在理论 在讨论讨论什么 真正强一想 有的人扑通一声 就倒地些 浑身发抖啊 站都站不起来 是吧 说赵宗奇他打过仗啊 是这篇文章 海外媒体介绍的啊 就赵宗奇是70年到84年 他历任陆军第14军的战士 侦察班长 代理派长 你一路上来 84年到99年历任陆军第14集团军 侦察处长啊 然后是陆军第14集团军 44 118团长 你看 他这一路上一步步上来 而且还担任 担任个外交官呢 在坦三尼亚 当武官啊 陆军第14集团军 44副参谋长 西藏军区啊 这个山地步兵第52旅旅长 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也就是他的历练 你真是你很少找这么完整的 还当过外交官 那英文也不错啊 那么99年到04年 也就是胡温时代 江泽民时代 胡温时代 跨越时代 他是西藏军区参谋长 重庆警卫区副司令院 你看他在西藏 民主矛盾激烈的地方 复杂的他也干过 而且他在重庆也干过 重庆是 那绝地也是重要的地方 是吧 他说04年 06年 陆军第14集团军长 那么07年08年陆军第13集团军 军长 那么08年12年 就是胡温这个时代 他受到重庸 中国人民解放军 激南军区参谋长 军区党委的常委 那你大家都知道 徐才厚的人 很多不都是激南军区的 是吧 你这个人确实挺特殊的 然后呢 他是12年到16年 激南军区司令院 当委副寿 就习近平上来以后 还继续留用他 但习近平肯定是 比较警觉 对吧 习近平因为他没什么本事 他主要想控制军队 就靠张有霞 他生化这样的人 有离心力量 所以对于他来讲 觉得是一块新病 你知道吗 习近平警惕 说是 然后呢 16年到202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 战区司令院 大家想想西部战区 搞了多少事 就在印度边境上 是吧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双方在万和国打点 这个头破血零 那这个就和赵宗奇有关系了 这个咱们不清楚 那一幕是什么 给我的感觉赵宗奇 可能根本瞧不起他 根本就不听他的 但是赵宗奇也不敢自行 自己过于的显摸自己 因为癌症 这个是腐败问题 很容易被人耍住 所以呢 2021年呢 就把他掉 给他个闲职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 副主任委员 你看他这个 受军衔 你就知道 习近平不可能 遵用他 因为2001年7月 晋升少将军衔 就是胡锦涛 给他的军衔 他肯定心里 宗车给胡锦涛 那么09年呢 宗将军衔 又是胡锦涛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 习近平肯定是 吓死了 不用他 其实这个人有本事 因为他经历过越战 这个人 那么15年呢 就上将军衔 上将军衔 是习近平给的 习近平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看他现在 纵的这些军头 必须是他自己 亲自的 受于少将 宗将 上将 他才放心 所以他对江泽民 那受险 受过险 和尤其是胡锦涛 受过险 他恨死了 这也是他把胡锦涛 扭送出 二十大 我估计军头当着 感到纷纷不平的 可能就包括赵宗奇 所以这个习近平 也很狡猾 他按道理讲 他应该给赵宗奇 彻底给他剃出去 但是他抓不着把柄 他还不想放弃 因为下一步就是战争了 刚才不讲到了吗 现在的形势 非常的危急 再走半步 就心里就闯出 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下一步肯定是中美对峙 不是热战 还是冷战 他还得需要什么 炮灰 所以他把赵宗奇 放到正邪这里 就类似像胡锦涛一样 放一个备用的人才在这 一旦将来要打仗了 说不定就把他搬出来 也是可以预期 这是赵宗奇 你看他这个动作 神态 这个人确实是 我认为 根据我观察 要让打仗方面 这个人是实干 就是 这样 受撞牌 这是有点本事 而且年龄也不大 习近平是非常的 这个激情觉 又准备利用一把 如同这个 胡春华一样 那么还有些人 我等到下个节目 再和大家分享 谢谢